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今天我們來教小鳥 小鳥我們先站著的小鳥 上一次在視頻裡面有看過飛的小鳥 今天我們就從基本的麻雀 麻雀是最基本的 跟小雞差不多 方法差不多 所以初學者你可以先畫用鉛筆 先畫一隻小鳥的形 大約的不要畫得很仔細 就是頭一個小小的圓 然後身體好像有一個蛋 蛋的形狀 然後再加尾巴 然後再加頭 那現在我先畫一隻 沒有線條的怎麼畫 也是跟小雞一樣一步一步來 首先也是一樣把這個養好 換鳥呢只要用養好就好了 養好比較軟 所以呢那羽毛啊什麼要轉 比較方便 首先呢你就用藤黃 黃色弄在盤子裡面 也是一樣把筆先打濕 打濕了以後呢用藤黃 把整隻筆都要吸滿了藤黃 不要太淡 不要太淡 吸滿了藤黃 然後呢筆尖 筆尖加一點點折石 就是褐色 加一點點折石 因為這種顏色呢畫出來呢 比較不容易陰開 等到純熟了你就可以 濃墨啊什麼去畫 首先呢你就畫他的頭 一樣跟小雞要回風 回風頓鼻 回風頓鼻拉下來 這就是他的頭 這就是他的頭 好就這樣 好再一次 現在頭畫完呢就要畫他的翅膀 第二筆呢就是 也是一樣 頓鼻回風轉下來 這個就是他的頭 然後翅膀呢我們學過菊花的葉子 所以你要畫小鳥呢 一定要會學過小野菊花 就是那種筆觸 翅膀 你看看菊花的葉子 一二 從這邊上去 一一筆 上面 然後你一筆下去 然後再接著下一筆好了 下一筆再一步一步來交 大家可以複習那個頭 怎麼畫的 好 藤皇 加這十 好 這個就是身體了 這個是第一個頭 這是第二次 一個翅膀 然後接著 頓鼻回風 拉回來 這個就是頭 頭以後呢 這第二翅膀 可以從這邊一一 然後二呢你可以回來 這樣 就好像一個葉子 好 第三步呢 我們就 你要用原來的筆也可以 或者你 如果調色不好的 你等等可以用 另外一支養好 好 你看 我現在 這個第三步 就是再加一個這個 好 你看 現在就要畫翅膀了 現在也是一樣 從這邊 頓鼻 回風 下來 這就是頭 然後翅膀 一 身體 不是翅膀 二 這樣你再把它弄裡面 這邊可以稍微拉一下 好 接著呢 你就可以拿另外一支筆 你用淡末 你可以用淡末 很淡的淡末 也是一樣把筆先打濕 然後用淡末 淡末把整支筆打濕 然後要壓扁 壓扁 像那個花野菊花也是筆要壓扁 然後因為我們這小鳥很小 麻雀很小 所以我們不要壓得太扁 不要太寬 好 這邊弄一點 揉末 因為你如果整支筆弄到末盤裡面去呢 會吸太多 因為我們這個翅膀 你只要一點點 只有像那個菊花 菊花花瓣一樣 邊邊沾一點 濃末這樣 你看這邊這樣 濃末在這裡 你就兩邊沾一點 然後像畫菊花瓣的方式 去畫他的翅膀 你看 從這外面開始 也是有點回風 拉 一 二 三 然後這下面呢 這是上面的 好就這樣 那我們 再畫一個下面的根 好 再給各位看一看 因為太快了 可能看不仔細 好 然後再來 頭 回風 轉下來 翅膀 身體 一 二 這邊可以拉一下 等一下拉也可以 現在拉也可以 然後 翅膀 一 二 三 這上面的好了呢 再換下面的這一個 從這裡開始 一 長一點 再短一點 三 好這就翅膀 翅膀完了以後呢 就要畫尾巴 我再畫一隻好了 大家才知道 一步一步來 要不然一起畫了 會忘了 好 藤皇 紫石 這我可能再畫外面一點 好 頭也是一樣 回風 轉過來 這個頭 好 然後翅膀 來身體 一 二 就可以轉一下 好 接著呢 那個翅膀 你可以用另外一支筆 也可以用 現在就是教你們另外一個方法 也可以用這原來的 這一支黃色 加一點水 用淡一點的黃色 然後沾末 兩邊 這樣也是可以 看齁 翅膀 這也是很美 二 三 下面的呢 一 二 三 完了以後呢 畫尾巴 尾巴呢 你就可以用原來這一支 刺上一支筆 畫到底就可以 可以 不需要換 尾巴呢 你可以從上面下 也可以從下面上 好 我們從下面上 比較順手 就 從這邊 抓準 到一 二 這就是他的尾巴 你這旁邊 刷一下 好 這尾巴就出來了 好 好 那現在呢 這個 第四筆就是翅膀 這大家知道那個步驟了 好 完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 再畫一個 如果你們熟練了以後呢 一支筆可以畫到底 好 就不用換筆 因為我要一步一步來啊 一步一步來的話 筆必須要洗掉 可惜了 這個顏料 好 好 從這邊開始 頭 回風 轉 這就是頭 然後呢 身體 然後你用 原來的筆 原來的筆 加一點墨 或者你要像剛才一樣 調墨 整個墨色去調 也可以 好 從這邊 是吧 一 一 二 三 記得 這個一定要越來越 要寫寫的 不能平平 然後這個也是短 然後接著這個地方 一 要更近平 然後再短一點 三 然後接著呢 尾巴 尾巴你可以打點 然後筆尖沾 沾沾沾沸 就可以 一 二 這個地方呢 要很 很利 這樣 看起來就好看 就像我們那個菊花 菊花剛開始的那 一二三的那幾筆 好就这样 这个都画好了以后呢 现在要画 你也可以用原来的这一支笔 笔尖把它洗掉一点 淡末 很淡的淡末 画它的下巴跟身体 从这里 从这边这样 压下去 拉到这里就好了 然后呢 稍微浓一点 它的小腿 这样勾起来 好这身体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画完了呢 接着你就可以画嘴巴 眼睛跟嘴巴 眼睛就点在这个地方 眼睛 它嘴巴呢 嘴巴在这里 好可以打开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这边呢还要再加 因为那个麻雀 再画一支 再画一支 大家不要清楚 再画一支 在这里 头 身体 身体 bizi 和他 你支 身体 身体 尖 尖 这个身体 在这里 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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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看你看你自己調色的都可以 沒問題 然後接著呢 身體你可以從這裡 你可以換一筆也可以 再來從這邊腳 拉上去跟它黏在一起 刷一下這就可以了 然後接著呢畫腳 你畫眼睛 眼睛在這裡 嘴巴 要打開不打開都可以 你如果要開就開 不開也無所謂 然後這樣這個地方呢 現在畫這樣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給它 補一下 眼睛這邊這樣補一下 補一下 因為那個小麻雀的 它有一個耳洞 它在後面有一個耳洞 等一下點一下耳洞 在點這個耳洞的時候呢 你要順便點身體也可以 身體的那個雀斑 人家說長雀斑 就是因為麻雀嘛 麻雀有小雀斑 所以它身上這邊都有小雀斑 記得這個雀斑呢 不要太整齊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腳 好 現在就要放它的腳 腳從這裡 像小雞的腳一樣 也是中間的 長一點 旁邊的短一點 記得這個腳爪 因為麻雀比小雞還大一點 所以你可以挑一下 這樣 好 夾向腳的 那這邊呢 再一隻 也是一樣 這樣麻雀就出來了 那如果這個嘴巴呢 覺得不好看 你可以給它打開 打開 那這邊呢 要接不接都可以 你可以這樣 稍微點一下 這就是小麻雀 好 就這一隻 好 那我們這個是沒有線條的 現在呢 有線的呢 我就畫在這個 剛才我們用那個 畫的這個上面 也是一樣 大家複習一下 你看 頭 到這裡 你可以在這邊 再加一個 這樣也可以 好 好 身體 身體 翅膀 好 你可以從外面進來 如果比較好畫 你覺得 比較順手 可以從外面進 也可以從前面出 好 尾巴 身體 後面 上來 他嘴巴 等等可以上一次 現在上一下 也可以 你可以上一點點 黑的 輕輕的 嘴巴很快 這個眼睛 這個他有那個耳洞 嘴巴 嘴巴 這樣你畫這個呢 如果一張畫呢 可以先定位 嗯 把它定位 這樣的話 不容易 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不會跑掉 等到用習慣的時候呢 愛什麼樣子 就什麼樣子 可以 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呢 你可以輕輕的把它掃一下 黃色輕輕的把它掃一下 嗯 這樣就一隻麻雀就出來 你如果覺得這個頭 你如果不要 你可以再補筆 你可以把這個 頭呢 稍微給它補高一點 就可以 這樣補高一點 好 這就是小麻雀 這第四筆就是 第四個 就是這個刺把 第五個就是下面的刺把 六就是 夾尾巴 然後 夾嘴巴 腳 這就完成了一隻小麻雀 好 那這種小麻雀呢 它可以 站在樹枝上 站在地上啊 站在竹葉上 都可以 這就是 這種 小麻雀 好 今天我們這種小麻雀呢 就交到這裡 一隻 然後下一次我們再交另外一個姿態的小麻雀 好 下一次再見 上一堂課呢 我們教了這個小麻雀 他是站著 臉看這一邊的 那我們現在再畫一隻呢 轉頭的 好 麻雀頭轉向右邊看 到底怎麼一回事 找他同伴去了 好 那這個呢也是一樣 你可以先 用鉛筆把它定型 好 那也是一樣呢 跟上次一樣 頭先畫 一樣的方法 頭呢 我在這邊畫 頭呢也是這樣 先回風 遁筆 畫一個圓圓 下來 這樣 這就是頭 再一 第二筆呢也是 回風 轉 把它轉下來 頓下來 好 這個頭 好 如果你這樣一筆完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邊再補一筆 因為這邊可以畫眼睛 嘴巴補這一筆 好 第二 完了以後呢 現在畫身體 他的 身體呢 他是轉這一邊的 所以呢也是跟葉子一樣 一 一 好 對著呢也是一樣 頓底 微風 拉下來 可以這樣 然後 肩膀 身體 一 二 一樣 轉這一邊的 一二 然後再來呢就是要畫翅膀 然後再來呢就是要畫翅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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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頭 轉頓 頓 拉 這邊可以再來一個 這邊可以再來一個 然後接著呢 身體 身體 完了以後呢你可以用另外一支筆 另外一支筆呢 先打蛋末 蛋末 然後兩邊呢沾濃末 然後畫他的翅膀 畫他的翅膀 翅膀跟以前一樣也是從這外面開始 一 二 三 這邊畫完了以後 你接著可以畫下面的 一 二 三 你可以畫這個樣子 好 在下一步呢就是 一步一步來的時候 大家就順便複習那個頭 在每一次畫的頭不太一樣 可是都可以成一支 你看 看 頓筆 回方 轉 轉下來 你可以 這邊補一筆也可以 然後接著呢 身體 好 現在就翅膀 從這邊 一 二 三 再從這邊 一 二 三 完了以後呢 翅膀畫完來畫尾巴 尾巴呢 現在我就跟各位講 就是 從 身體出去的 尾巴 必須要很淡的 因為他這個地方呢 接到的地方不能伸 一定要淡 後面 才生 所以呢 你要加一點點水 乾淨的水 然後輕輕的 拉下去 它就會淡 嗯 這就是尾巴 好 現在再畫一支 好 你看這一支 好 你看這一支 筆好了 剛才是用另外一支筆 現在你也可以用原來這一支筆 加 墨 做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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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喜歡黑色的 還是 還是都可以 從中間 拉下去 好 這個好了以後呢 我們去畫身體 身體呢 就從這邊 轉到這裡 這樣 這就是身體 好 這身體這樣 好 現在我們再畫一支吧 畫一支 畫高一點 因為它太低了 腳沒地方放 從這裡 我們像這支一樣好了 頭不要揚太多 轉 一個 然後身體 然後身體 我現在畫幾個尾巴 尾巴呢 記得 絨密 然後要沾一點點 乾淨的 防 它這邊才會 淡 好 尾巴畫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畫身體 因為它這個頭呢 這個是比較上癢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要那麼多 這一點點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地方多一點 然後接著呢 我們就畫 畫眼睛 眼睛就在這 嘴巴 先畫下面這個 那這個地方呢 你要 轉一下也可以 嘴巴給它上一點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著呢 就腳 這個腳呢 從這裡 另外一隻腳呢 站在後面 就這樣 然後它這邊呢 還有一個 耳朵這邊有毛 黑色的 點一下 然後身上呢 雀斑 如果像這樣的時候 你這邊也可以 輕輕的戴一下 這邊可以刷一下 淡淡的黃色 這個麻雀就 就可以了 好 那你也可以 要加嘴巴 他講話 這邊加一個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就畫這一隻 先畫這一隻 剛才我們已經有先畫線的這一隻 你看從這邊 轉一下 過來 眼睛蓋到也沒關係 好 就這樣 好 然後接著身體 兩筆三筆都可以 嗯 然後接著嘛 我們就用另外一隻筆好 畫黑色的 出血的時候呢 最好是把它定位 才不會跑掉 好 這眼睛啊你就可以點在這裡 然後身上的斑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 然後身上的斑 那以后呢 你发现这边有白白的 你就用原来化身体的这一支笔 沾一点干净的水 然后轻轻的把它扫 扫一下 它就融在一起 这一支就是一支小麻雀 那嘴巴呢 你也可以给它上一点颜色 上一点 一点点黄色 一点点黄色 这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不要画也可以 你就可以感觉到 它就是连在一起了 还有耳朵 耳洞没画到 耳洞呢 你可以用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支小麻雀 站着这两支 好 那我们呢 下一次呢 我们有机会把这两支小麻雀 放在画里面 看怎么搭配 我们接着呢 会陆陆续续的跟各位介绍一些 小麻雀各种不同的姿态 好 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今天呢 我们来教小麻雀 它站在脂上的小麻雀 小麻雀它站在脂上 先从头上开始 我们知道以前学过几堂了 知道怎么配色了 我们就不讲了 它这个头比较特殊 它前面有个尖尖的 往前看 我们必须要从这边 轻轻的碰到笔 我先画一支这个 我们那个先有铅笔的 等等再分解啊 从这边过去 然后转过来 然后拉回来 这样把它补起来 没有碰到线 没关系 我们可以擦掉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个画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先画肩膀 因为同一个颜色嘛 这肩膀 这样就好了 其他的颜色呢 我们就要用 用墨 因为那个麻雀的肚子呢 是黑色灰色 灰色跟黑色 好 这个翅膀这颜色 我们都画好了 我们现在先用淡墨 淡墨 然后笔尖呢 沾一点点的浓墨 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浓墨 这边刮一刮 动一动 然后我们现在画什么 画他的身体 他面向你的身体 我们从中间开始 挑 压 挑 等等我会再另外教你们 挑 然后第二个呢 要在这个缝隙里面往下挑 所以他越来越淡了 缝隙里面 这就是那个鱼毛 在缝隙里面 然后他肚子这边呢 有一点点 嗯 这样就很好看了 然后接着你同一支笔呢 画他的翅膀 因为他翅膀这旁边呢 一点点 所以我们淡墨浓墨 这个不需要很明显 没关系 三笔 两笔 一笔 嗯 这就是他那个 看到一点点翅膀 好 接着呢 你可以用这一支浓墨 一起 因为好了 你可以点眼睛 眼睛就在这个头 这两个旁边 点眼的 眼睛 完了又他下面呢 有那个好像虚虚 而且这个都会有这细细黑黑的 那毛毛的 好 然后完了又这个尖尖呢 他还有嘴巴 嗯 这就很可爱 圆鼓鼓的眼睛 好 完了以后呢 你现在开始画他的尾巴 尾巴怎么画呢 还是一样 淡墨 也是一样淡墨 然后呢 两边粘浓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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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这边有一个树枝啊 树枝 他站在树枝上面嘛 你就从这 外面 一 二 你这就是他的那个 那我现在树枝 我用别的颜色好了 大家才可以 比较 看得出他树枝 这树枝在这里 这树枝在这里 换下去 等脚会晕开呢 好 这我们这个脚 树枝等等再加好了 先跟各位讲 等等 我们分解分解 再回来 看这个 这个脚 这就一只小蜜蜜的小麻雀了 好 我们这个这个树枝等等再点 因为现在还湿的 好 现在我们呢 就来分解分解动作 这小麻雀怎么画呢 好Cue 好 就先画他的 头 头怎么画呢 你看 从这中间这个尖尖的地方开始 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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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好 转向右边 然后再回来 在这原来的地方 尖尖 这就是一个头 好 再来 再来 现在头跟这个 先画 这个等一等再画也可以 因为你会抓不准 好 现在这样 头尖尖的下去 转 转 万一这个毛笔呢 不听话没有转好 你可以补 把它补成圆的 好 这就是头 头画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就画眼睛 这样 因为你没有先画线 所以呢 你按照次序来画 它就 比较准 好 因为我们刚才是已经有线了嘛 所以你什么先画 这个没有线你就要先画 画这两边就是眼睛 眼睛 眼睛丸呢 用嘴巴 嘴巴顺着这个尖尖的地方 好 这就看出来这位麻雀 很可爱的小麻雀 接着呢 现在再给各位看哈 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现在接着呢 也是一样 从这边压下去 因为我一直重复画头 大家就可以练习 好 就这样 好 虽然每一个头样子不一样 可是没有关系 然后你先画眼睛也可以 先画嘴巴 也可以 画完了以后呢 现在记得要画身体跟翅膀 那个肩膀 肩膀你也可以先点 在这里 你先点 肩膀可以点下去 好 就是说这个头画好的时候 眼睛嘴巴弄好以后 点这个 好 点好了以后呢 我还得再画一只呢 然后就要画这个身体了 跟这个小翅膀 从这边转过去 转过来 转回来 尖尖的 这就对了 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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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眼睛 像这样的时候 你要先点翅膀 也可以 厚点也可以 现在就是拿一支笔 淡淡的末 非常非常淡的末 然后笔尖 沾一点点浓末 要画这个肚子 前中间开始画 压下来 然后放射状 往两边去 放射状 然后再往第二个 那个羽毛 第二个要下来的时候 不要跟它一样 要在它的缝隙 缝隙这边下 缝隙这边下 毛茸茸茸的 然后你就可以压到这里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好你这画完了以后呢 接着你就画翅膀 翅膀呢就是 一顿的 轻轻的 二三 一二 要三也可以 二也可以 这样 这就是它这个旁边 然后因为你这个笔呢 还有呢 你就可以顺便点 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再 再一只就尾巴下去 就完整了 一只了啊 头 转 回来 你可以从这样接 然后眼睛 然后眼睛 嘴巴 这个是肩膀 那我们先来画枝好了 先把枝齁 树枝先上 然后再上去 嗯 它要站在树枝上面 淡淡的 然后 笔尖沾浓的 好从中间开始 一 二 三 四 往旁边画 好你看这样就出来了 然后呢 轻轻的往下 记得在这个缝隙中 好到这里 嗯 它就差不多 快站得住了 好接着呢 就是 翅膀 翅膀呢 三笔 一 二 三 一 二 好 支在这里呢 那你一在哪里 就放在这下面 嗯 它就在这边了 接着呢 这不是站在枝上面吗 这个等等干了 我们就可以加枝了 现在呢 就是 它的尾巴 尾巴 比较淡 因为它 是前面的嘛 所以尾巴就比较淡 你就从这个地方 一 二 然后 旁边拉一下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嗯 这个画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放脚 它的脚呢 要在这前面 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外面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样 然后就可以点 这个 完了以后呢 那个小麻雀不是有耳洞 那旁边都有绒毛吗 黑黑的 所以你就在这边轻轻的 你看 这小麻雀就很可爱的 一只小麻雀 嗯 这个我们用这个颜色给它当树干 好 这样 所以就是小麻雀就站在树枝上的 好 所以这个小麻雀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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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转 你可以这样转 因为我那个褶子没有了 我就用墨也可以 你们不一定要藤房加褶子也可以 那再加一点墨也可以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 就是 肩膀 淡淡的墨 然后加浓墨 从中间 从中间 拉下来 然后记得从这缝隙中 往下转 然后记得从这缝隙中 因为你要有远远的弧度 所以呢 不要画太紫 而且有点虚虚的会更好看 而且有点虚虚的会更好看 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画翅膀 翅膀呢 1 1 2 3 1 2 这样也是很可爱 她头偏向一边 所以呢 只要把那个形抓住了 没有说一定要正面的 你看像她这样偏一边也很可爱 因为我们国画呢 就是注重那种感觉 还有那种 比较生动的感觉 不要画太慢慢 所以她的尾巴那 因为她身体 她的头是转 这样 可以转到这边 所以她尾巴不能画这样子 你可以要画有一点点偏 这样你看她就站得很好 然后接着呢 画她的脚 脚呢也是要在身体外面 然后一二三 一二三 这就正了 一二三 好 这就是一只小麻雀 这就点一点 然后呢 你再可以用淡淡的 那小麻雀呢 那小麻雀呢 你也可以这边 鼻子这边放两个鼻孔也可以 不要 腰都可以 反正她那个形出来 这就很可爱了 好 那今天呢 这一只可爱的小麻雀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 好 下一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姿态的小麻雀 OK 好 拜拜 今天呢 我们上一次呢 有教过这个站着的 站在树枝可爱的小麻雀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画一只 站在树枝上 打瞌睡的小麻雀 这也蛮可爱的 好 一样 这条是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先画那个 有铅笔画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画一只 没有铅笔的 有画铅笔的 比较会受限制 因为你们刚学一定要这样才不会跑掉 那以后呢 我们就很写意的 好 你就顺着她的姿态去换了 好 也是一样先画头 也是要转盾 然后转过来 因为这个样子呢 你就必须要 从这边给她 破这个弧度 把这个弧度 把这个弧度 破开 就会好看了 好 完了以后呢 就是她的肩膀 肩膀给她高一点 因为她 把她 那个 那个 脚的 嘴 嘴呢 跑到 躲在那个 翅膀下面 好 这个所有的 这个黄色 咖啡色呢 都画完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画 眼 眼睛最后画 现在呢 一样 翅膀也是一样 跟那个站折的一样 321 1 2 3 1 2 1 好 她也是站在树枝上面 接着呢 我们就画她的身体 因为她向前嘛 所以她肚子那个地方 这个水要非常的 淡末 很淡 不要太浓 也不要太多水 她会晕开 这要画她的羽毛 所以呢 也是从中间 肚子的中间 开始往 放射状 这样 不要太多水 让她有点 毛毛的感觉 会更好看 来 干干的 毛毛的 也是在这中间 这样 从这个中间 往下画 这样就好了 完了以后呢 这样画尾巴 尾巴呢 也是同一支毛笔 淡末 然后两边 沾浓末 好 然后从中间 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要 从中间往下 拉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可以打上这个点 这个 等等画眼睛 现在开始画眼睛了 你看这一支 眼睛呢 它因为睡觉了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 一条缝 这样就可以了 它睡觉 然后嘴巴呢 就给它靠着 这样 它有没有睡觉没有 它还蛮可爱的 就笑眯眯的 接着它的脚也是一样 在外面 这个在这 1 2 3 然后我们等等再画枝 枝可能就要在这里了 素枝 就这样 然后再点 点那个 切斑 好这样 这一支就是 打瞌睡的小螃蟹 嗯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分解动作 这样的时候呢 你这边可以带一笔 好再一次 你可以往下一点 它就可以躲在 嘴巴呢 就可以躲在 躲在那个 翅膀里面 好这个头 然后呢 翅膀就稍微低一点 就这样 翅膀 好它嘴巴 就可以 或者等等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距离 你如果不躲 就 你没关系 就看着它的姿态就可以了 好 好 可以 还有一个翅膀 好 现在就画身体了 肚子 肚子呢 肚子呢 也是一样淡默 从中间 从中间 这一支有点测 没关系 从中间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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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两笔的 你如果毛笔呢 给它分岔 也可以 好就这样 这就是肚子 肚子 肚子画完了以后呢 那我再画一支 好了 等等这边再画一支 完整 好 从这边 额 头 顿笔 转笔 转笔 转下来 好 就这个样子 那你这边给它补一笔 你的眼睛在这里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嘛 就是肩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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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有点测 跟它一样有点测 没关系 好 然后接着呢 翅膀 翅膀呢 这边 一 二 三 一 二 就是距离大 因为这一支比较大 三 你可以 这样 这是四 数字 好 如果数字在这里 接着呢 尾巴尾巴尾巴也可以画了啊 也是一样 刚刚开始在练这个麻雀的形的时候啊 颜色 没关系 你就是 把那个线条 好 这样子的颠巴拉直 你看 这也很好看 嗯 好 这个点 点这个雀斑 好 好 这眼睛呢 你可以画一条线 嘴巴 这个嘴巴就 不会在这里面了 不在他的肩膀里面也没关系 可以 可以往下 好 那你这个可以稍微 上一点 这样 这样也可以 那嘴巴呢 你可以 上一点颜色 嗯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耳朵 毛毛的 这样 好 然后他的脚 嗯 这样 这一次就可以了 可以再拉长 可以 好 那这一支就这样 要不要再画一支 这边再画一支 好了 这边要正 刚才做的 不正 所以画出来 好 先画头 你也可以先画 先画头好了 也可以先画身体 但是 先画身体的话 他就会 我先画一支 刚才对 像这种的 第三支 他这个 可以先画身体 我现在先画身体 这不同的方法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你可以先画这个身体 再画头 先画身体 身体定位 身体定位 身体定位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他的肩膀 好 就在这里 然后再画头 头 那就比较好转啊 然后这个地方下来 他的嘴巴 就可以在这里面 所以在这基本的笔触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慢慢变化 没有说坦白板的 这个是支 按摩 像 sand 珍 对 对 这样这一只也很可爱的小麻雀 虽然不一样的样子 可是这样画也可以 比较容易定位 因为你没有先画线的话就这样画 好 那今天呢 麻雀也就站着的两只可爱的小麻雀 像这些没有outline 没有先用铅笔画的 也都还可以 好 那我们小麻雀就今天就交到这里 下一次呢 有机会就把这些小麻雀放到画里面 看什么画可以配哪一种姿态的 好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好了 今天我们在画小鸟 也是一样 因为小鸟有时候你太快的时候 笔触又不好的时候 小鸟会形态不正 那如果说你姿态对的话 笔触对方面就比较好 好我们这一只呢是向左向右飞的小鸟 它正好要降落又笑眯眯 这很可爱 好我们现在来学这个 我先从这个outline的先画给各位 等等再一笔一笔的分解 好 大家知道 这个头就不一样了 好以前是顿下去拉 侧面的那个样子 这是正面的 所以呢我们要从他这个额头这边 前头这边开始 轻轻的顿下去 然后转弯 然后再转回来 好这样顿下去转回来 然后再回来 拉一个尖尖的 就这样 好 头画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画身 翅膀 翅膀 这里一个 然后再一个在这里 好 这个就是他的翅膀 翅膀画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尾巴 这个应该算肩膀了 翅膀的肩部 现在呢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画 也是从上面 从上面下 这个呢 技巧上就是那个菊花 菊花的花瓣 菊花的叶子 这就是他的翅膀 就出来了 接着呢 就是尾巴 然后这个细细的 龙毛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他的肚子 麻雀的 这个要画肚子以前呢 你最好先把眼睛 眼睛跟嘴巴先定位 这个嘴巴 眼睛在两边 然后他们有 这个 这样他就定位就出来了 接下来呢 那个麻雀的肚子呢 前面嘴巴下面呢 都比较深 都有一丑黑黑的毛 好像看起来就很深的 所以我们笔尖淡末 笔尖要沾浓末 然后从中间画起 打下来 好 越来越淡了 看到 好 因为我们就一点点 沾一点点浓末 就这样 放这双的 扫出去 那接着呢 你再扫第二层 轻轻的 不要扫太多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因为我们要从这边画下去 不顺手 所以呢 我们从这边 你看那个笔是扁扁的 有点像切一样 切他的毛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四可而止的 把它扫一下 这就出来了 接着呢 就画脚 这一只就很可爱的小鸟就出来了 好 还点这个切斑 他的耳洞呢 就代表这两个就是耳朵 好 我们以前那个侧面的都只有 一点黑黑的 那个好像遮住耳朵的那个毛 那这个呢 就在前面 好 那这一只可爱的小麻雀就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再分解 分解呢 这个头最难画的 其他的都 以前大家也习惯了 应该都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我就分解这个头 跟 这个前面这个毛 先给各位看一下 怎么 等等就一笔画下去了 这个头呢 顿下去 尖尖的 顿下去 过去 转 你看 转 转过来 然后到这边 拉起来 这就是头 我再画一次啊 先从这个最尖的地方 顿下去 转 这样转笔 这个笔尖并没有转 只有转笔肚子 好 转过来 这样 他就是一个头 好 那这个地方你要给他很严 也可以 站也可以 就这样 这是一个 好 现在开始呢 我又画肚子 非常非常淡的 淡墨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 不要太多哦 墨一点点就好了 好 那个肚子呢 就是这样 从嘴巴下面那个地方先扫 扫下来 你看这绳子浅 扫下来 扫好了 以后来再第二层 从这个地方 缺口的地方再扫下来 因为我们的毛笔有淡墨 浓墨 所以呢 它就越来越浅 这样就扫出来 这就是中间的 就是这个 中间的这个地方 好 大家会扫这个了以后呢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来画 画这一支的步骤 我先把那个黄色的全部画完 再把那个黑色部分 好 现在先画黄色的部分 这就是翅膀 这个地方弯出点 白点 好 那这就出来了 那翅膀呢 跟那个一样 跟那个菊花 花瓣一样 淡墨 浓墨 怎么画呢 像右边的呢 你就从中间 一二三四 这就是这一种的 那左边呢 也是一样 从这下面开始 一二三四 这就是了 好 这就是你可以再画一个长 这就是翅膀 那尾巴呢 也是 从外面进 那这都是我们菊花的 菊花的基本药理 好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那现在呢 你看 头 胸部 翅膀 左右 身体 这都知道 那我们现在来画一支 没有线条的 直接就一支了 就不一笔一笔 那个 分解了 这边一支头 记得一定要有一个尖尖的 接着右边的翅膀 身体 就顿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另外一支翅膀 好 画完了以后呢 现在应该要先画 翅膀也可以要画 身体也可以 我们先把翅膀定下去好了 一般呢 你都可以先把它定位 因为这个有动态的 定位起来比较 不会失误 翅膀 想知道应该先把 这个定下来 才不会跑掉 这样的话就知道 怎么画身体了 画画呢 当你纯手 你知道怎么画的时候呢 就没有说 一定要从哪里开始了 你觉得 这样子压下去 这样子压下去 那就可以了 现在呢 接着就是翅膀 另外一支翅膀 这个呢 就从这里 然后身体呢 然后身体呢 是这样弧度 过来的弧度 我们身体也可以先画 先画尾巴也可以 先画尾巴 尾巴画好了呢 你就可以顺着它 画它的身体 你如果觉得不顺手 你可以改方向 这样一支就出来了 好 现在就画了脚 这样一支小麻雀就很可爱了 最重要就是你要先把笔触 先把笔触练熟了 就容易了 就容易上手 还有小麻雀呢 几乎每一个地方都会有 因为它蛮活药的 多看它 那姿态 只要取它很可爱的样子 就可以了 这样这一支就很好看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都全部画完了 对 那你这个地方呢 你要可爱一点 就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想给它 你可以稍微 这样补一下 看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比较写实一点 可是都没关系 把它的主要的姿态 什么弄出来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小麻雀呢 这个正好要降落 从左边飞过来的 蛮可爱的小麻雀 今天我们就画到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边结束 那下一次再见了 好 拜拜 今天呢 我们来画一只 那个角看不到 它飞得很快 好像快速下降的那种鸟 在空中的 那个小麻雀 我们还是一样 先从这个已经用线条画起来的 把它结构弄好的 我们先来画 画完以后再分解给各位看 好 头 好 然后身体 像画叶子一样 你也可以先拉 也可以 最后再来补也都可以 好 画了以后呢 翅膀 动下去 转过来 挑上去 那这个呢 就只有盾就好了 这样盾下来 到这里 这就可以了 好 接着呢 就是翅膀跟 翅膀跟尾巴 也是一样淡末 两边沾浓末 这个呢 都是基本的调色方法 我们以前在那个野菊花里面就有教过 所以就运用在这个鸟类 现在接着很多地方 全部是运用那种 以前的笔触 只把芝麻变成哪里 就是了 好 这个 这个小野菊 野菊花的花瓣 你可以这边再来一点 两层 也可以 一层也可以 好 接着呢 尾巴 另外一个翅膀 你可以从里面 短的开始 先画两层 再来一层都可以 这样 这样他的姿态就出来了 接着呢 就是他的身体 身体呢 因为一个这样的形 椭圆形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转过去到这里就好了 那个脚在后面看不到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呢 你就放 眼睛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点他的雀斑 这个斑点呢 是麻雀特有的 这斑点一点呢 整个都活了 嗯 还有耳朵 那就可以了 好 像你这个呢 你可以施核子的 上一点色 你要给他一点色 也可以 好 还有 嘴巴 好 这一只小麻雀 也是蛮好的 也是很苦 好 就这样 那现在呢 我就把黄色的一起画 好 应该大家学到最近 应该可以了 我们就当做复习吧 还有那个笔触该怎么弄 这个头呢 我们好多都是这种头 好 我们都知道怎么画 顶下去 转笔 压下去 就这样 这一个头也可以 可是我们最好在这边 带下去 看起来就比较好看 好 好 现在再来一个 转过去 压下去 带一个 带一个 然后身体 好 就这样拉出来 身体 然后呢 再来一个 这一笔很重要 这一笔我跟 这一笔会这样 要这样 顿下去 拉下来 挑上去 好 你看呢 从这边 顿下去 拉上去 挑上去 这个就是翅膀 然后接着呢 就下面这一个 用顿的就可以了 顿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呢 比较难 我再跟各位弄一下看看 好 头 回方 动底 好 身体 这一笔 这个 现在注意哦 这个怎么转 碰到这里 转 它 挑上去 这就很低的翅膀 好 这我们暂时不要画那个 翅膀 那个 现在就这样 给大家看这一笔 怎么挑 我现在就要画一只啊 好 身体 好 现在我就整个翅膀尾巴都一起画了哈 这个翅膀呢就从这边 低 低 这样 比较窄 记得 然后这一边呢 就从这边先下 嗯 画完了以后呢 就尾巴 尾巴呢 你看它从这边来 你就可以 要平一点就平一点 嗯 这个要用切的 切完了以后呢 那身体是这样转 转到这里来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 嘿 这样一转 就可以了 嗯 嗯 整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 画眼睛 嘴巴 好 你要开开不开都可以 因为你就这样 这样 好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然后点斑 嗯 这就很好看 好 然后像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用本来的笔 掃一点 把它掃出去 嗯 它就会 这就轻轻的 淡淡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很漂亮 所以不要 不要把这个霉的笔触破坏了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好 它没有脚 那这一只也就完成了 好 就大家就可以 变这一只 好 那今天呢 麻雀呢 也就画到这边 就结束了 好 那 以后呢 我们就教这几只麻雀 怎么搭配在花卉里面 我们整张画里面 如果有小动物 小麻雀那些起来 就整个植物的画 就会生动起来了 好 那我们 基本上麻雀都教完了 那我们下一次呢 就注意我们怎么搭配 好 可爱的小麻雀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上到这边为止 那下一次我们再见 好 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教这个小麻雀 一样 初学者还是先把它画出来 好 我们今天教这一只就好了 首先呢 我们还是分段 一段一段的 跟各位讲 藤黄 藤黄 折食 一点点折食 一样还是先画这个头 我们一步一步来 先画他的头 压下去转一下 转圆圆的 然后这下面呢 带一个 好 这个就是头 可以先画这样 那你这头呢 你会感觉到 他是一个小的 淡 淡的样子 可是这边要放眼睛嘛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全部画完 就画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步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要画他的翅膀 好 就转弯 身体的转弯 这个第一步 好 第二步呢也是 头 转上去 压下来 把它弄漂亮一点 然后这边带一个 二 好 这个第一步完了 以后呢 第二步呢 我们就先画这个 你要先画身体也可以 先画翅膀好了 翅膀呢 你就这样 那个 折食多一点 然后从这个地方 压下来 转下来 挑上去 就这样挑上去 这个就是 第一个翅膀 好 接着呢 一步一步来 接着呢 就头 也是一样 压下去 转 拉下来 拉下来到这边 然后你这边可以 带一个 好 这就是 然后这个翅膀呢 已经 这个 第一步 这个第二步呢 就是这个翅膀 你看从这里 顿下去 压下来 挑上去 这是一个翅膀 这个翅膀完了以后呢 你现在可以画背部 他的背在这里 你就 压下去 下来 这就是他的背 好 这第三 第三就是这个背 背部 好 这个是第二步 记得从这边 这样拉下来 勾上去 这是第二步 就好像写二一样 好 这边顿一下 拉上去 这是二 第二个 好 现在接着呢 第三步 背也出来了 现在就翅膀 另外一面的翅膀 好 一样 头 转 压下去 转 拉 你可以把它调 调漂亮一点 你看 可是记得 这个头的样子呢 跟深浅浓度呢 要呈现出来 要呈现出来 好 一 然后接着二呢 就是他的翅膀 从这边 二 压下去 挑上去 三 身体 四呢 现在重点来了 四就是另外一个翅膀 另外一个翅膀 就从这边 顿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顿 他就出来了 好 这个是第四步 OK 好 现在呢 我们这身体 就这个颜色的都完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 画他的那个 羽毛的翅膀 翅膀上面的羽毛 跟尾巴 这个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另外一支笔 另外一支笔画 现在我先按照从头开始 好 头 也是一样 藤黄 加 从这边 看看 头 从这边压下去 转过来 转一个圆圆的 头 然后这边 拉一下 就是一个 二 就是 从这里 二 从这里 压下来 推上去 三 就是他的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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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背 然后接着另外一个翅膀 从这里 摇下去 好 现在这个完成了呢 我们就拿另外一支笔 这一次就要用那个 末 好 我们用末 先做一点点蛋末 我们先画 我们先画 这一个翅膀 两个翅膀 你要哪一支 哪一个翅膀先画都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没有位置了 所以我们就画下面这个翅膀 先用蛋末 而且他这一支翅膀呢 是看到里面的 不是外面那一层 所以要淡一点 因为是他那个翅膀 羽毛的 里层里面的 这叫浓末 蛋末 浓末 好 那翅膀呢 一样像画野菊花 我们教过的 就野菊花一样 从外面往里 从外面往里画 一 二 三 你可以再往下点 四 五 六 七 到这里 这就可以 这就是这个翅膀 好 然后呢 我们画下面一点 这边他的翅膀 才有地方长 好 这一支就是头 一个头 头上面下面 好 然后 挑这一个 挑上去 然后他的背部 另外一只翅膀 好 这另外一只 接着呢 现在就是看翅膀 然后怎么画 刚才呢 我说下面这下 你上面的呢 先看看上面的怎么画呢 就是 这个要深一点 深色 这是另外一个翅膀 然后接着呢 下面这个是翻过去的 所以他颜色就淡一点 它就淡一点 所以你可以用深色的先画这一只 就是这一边翅膀 再画这一个 你要先画 这个也可以 先画这个也可以 因为刚才是没有位置 所以我这边没有先画 一般你可以从 这一个上面这个正面的 翅膀先画 因为颜色的问题 好 你就先用深色 然后这个浅色呢 就比较容易了 你看 也是从这边拉下来 你看 它颜色就淡了 颜色就淡了 你要外面如果不顺手 你就 从里面 往外 这就淡了 好 这就是翅膀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要画尾巴 好 我们现在尾巴也一起来好了 你看 尾巴呢 你就要稍微深一点 也是一样 你看 我们这个身体呢 这样 就要椭圆形到这里 所以它尾巴呢 就从这边长 也是从外面 一 二 就是它的尾巴 身体从这边到这里 嗯 然后这边弄小细毛 好 这个画好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再画一只 对吧 就要接身体了 哦 哦 那我们画到这里 现在要加 它肚子 啊 肚子的地方 好 这边可以 好 肚子 怎么加 那我们现在还是从头画 大家可以顺便再看一下 再复习一下 好 这个头 好 然后 这个 翅膀 身体 可以 再另外一只 翅膀 好 现在呢 就画它的 羽毛 这边 好 你可以先用淡淡的 然后这个呢 因为你要先画上面的 所以呢 你要 稍微 浓一点 好 这个地方稍微浓一点 记得 笔要打扁 好 再拉下来 好 这个呢 就淡了 因为刚才已经画完了 现在就比较淡了 就稍微给它放淡一点 然后从这边出去 然后接着呢 是尾巴 尾巴呢 就顺着这个 好 你要往下 往上都可以 好 你也可以顺着它往下 可以从中间出 因为这边 不太有位置了 就从中间 拉出去 也可以 好 再出去 然后你把它身体 从这边出来 然后 身体呢 你也是淡一点 然后笔尖沾一点点浓的 因为麻雀呢 它下巴稍微浓一点 它下巴稍微浓一点 你就从这边 拉到这里来 拉过去 这羽毛顺着它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接着呢 这身体画完了呢 我们就来画脚 脚跟嘴巴怎么布 它的脚呢 从这里 它要降落了 它先飞起来 因为肚子这边呢 已经看得到了 所以它要降落了 好 眼睛呢 就点在这 嘴巴 好 它很高兴的要降落 所以它可以嘴巴打开 好 它就来一个耳洞 好 就这样 我们耳洞等一下 等一下我教各位画 好 那我们这边再画一只 完整的 从头到尾 好 一只要降落的 拔券 好 藤黄 这十 在这里 头 另外一个翅膀 另外一个翅膀呢 就用钝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弄深一点的翅膀 画外面那一只 在外面这个先来 深 然后接着呢 就浅了 如果你的鼻还很深呢 你可以 加一点点水 好 就从这里 就这样 完了以后呢 现在就画尾巴 尾巴呢 你可以从外面进 从这边 这样顺下来 到这里 好 那接着呢 就是肚子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肚子换完了 那你就可以换眼睛 嘴巴 他嘴巴要打开 喝起来都可以 好 现在他的脚 好 就这两只要降落了 好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 这最后完成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点 必要的地方 像这个你可以给他 黏在一起 都可以 稍微补一下 如果你觉得需要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是墨 墨呢 画耳洞 嗯 然后点一下他的那个 雀斑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只麻雀就完成了 好 那这个是没有 那个outline 没有用铅笔画的 那我现在呢 就画一只这个 就不解释了 快速的画给各位看 就按照你有画的线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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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教了好多只小鸟 也看了好多小鸟画法 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就不需要太多笔了 那大家仔细看 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 而且也可以持续 先腾黄 走时 这个我们就把头 头就整个黄色的 腾黄跟褶石颜色的一起画 我慢慢讲 刚开始来画头 然后接着是身体 身体就像画叶子一样 可以用两笔 一 二 这就身体就这上面的 然后接着呢 翅膀 翅膀你可以从这边就顿下去 这样 这就是翅膀 这就完成了 好 这就这颜色的 接着呢 我们就拿 这是翅膀 然后这是身体 现在呢 我们就画那个 身体 翅膀 那个尾巴跟翅膀 那这个呢 我们就从 这一个是尾巴上面 因为它向上嘛 我们看到尾巴就从尾巴 然后接着呢 翅膀在这里 你可以先从这一只往外 然后晚来呢 另外后面的翅膀在前面呢 不能先画 你不能先画 因为你先把身体画完 身体画完才可以画翅膀 好 现在 这一次画完 我没有 就这样 那我再画一只好了 这样太复杂了 大家分解动作 这个身体画完了 我们再画一只 头 把翅膀在这里下 好 这边翅膀 翅膀画完了以后呢 你现在就 这个就跟这一样了 那我们就画身体 身体就从这边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带上来 这个胖嘟嘟的 带上来 好 就这样 好 那现在再画一只 我们先画瘦一点的 把这一只真的是大猪 再刨 这是不大猪肝 所以我的手 Và你先 Mira,你猪猪才uş有没有 尾巴 身体就这边一个弧度到这里来 接他的尾巴 那现在这个身体化完了以后呢 就化眼睛 眼睛 嘴巴 那嘴巴呢 你要开不开都可以 然后接着呢 他还有后面一个翅膀 后面的翅膀 因为他这边一个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翅膀就在这 对就这样 那他就脚就看不到了 像他这个嘴巴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来 画他的耳朵 还有担一点 像这样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再少一点黄色 把他拉长 这样就对了 这就是胖嘟嘟的小鸟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画一只 这个已经有outline的 就有先用铅笔画出来的 我们先画一下 头 身体 自拔 是 咖啥 因為我們已經有畫線了 你可以先把翅膀畫好 再畫身體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再加上你的嘴巴 再點上斑點 記得這斑點不要太呆板 不要讓它排排坐 要側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身上呢 你可以加水巴 稍微輕輕的掃一下黃色就可以 還有這個地方呢 也是打一點水 把它拉上去 這樣這隻小鳥就可以了 還有耳朵 耳朵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 這一堂課呢 就是這下面部分的小鳥 速度有稍微快一點 因為大家已經都學過了 基本上可以 就這樣 好 今天我們課呢 就上到這裡 好我們下一堂課呢 有機會我們再跟各位畫 也是飛行的小鳥 也差不多的小鳥的姿態都完成了 好 下一次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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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桌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